医生让这个女人喝了一种暂时停止消化的药 接着又在她嘴里喷了麻醉劲 然后女人开始往下吞一种白色的胶丸 而胶丸里面装的全是海洛因 女人叫玛丽亚 她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传说中的独罗 玛丽亚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当独罗 她起初是在一个鲜花厂上班 但老板疯狂压榨员工 每天上卫生间的次数都有限制 有一天 玛丽亚身体不舒服想上卫生间 但老板不同意 她没有忍住当着老板的面吐了起来 老板因此辞退了她 她找到男友说自己呕吐可能是怀孕了 但男友莫不关心的态度让她更是伤心 回到家里 母亲又把她臭骂一顿 因为玛丽亚如果不工作的话 家里就没有经济来源 家人就像寄生虫一样依附着玛丽亚 但在落后的哥伦比亚小镇上 根本就没有其他就业机会 玛丽亚准备到市里找找看 等车的时候 本地一个小混混看到了她 当小混混得知 她是准备找工作的时候 说有工作介绍给她 就这样小混混 把她带到了一个老人面前 这个看着和蔼的老人就是毒贩 在哥伦比亚 贩毒简直像正经生一样 堂而皇之 玛丽亚想到糟心的家人和男友 赌气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然后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玛丽亚需要吞下整整62点 中间 老人还会按摩她的胃 让焦丸在胃里面摆得更紧实力 这次运输的目的地是伦敦 老人叮嘴她一定要送她 中间如果跑呢 或者交完数量不对 他们都会找玛丽亚的家人算账 等上了飞机以后 玛丽亚才发现 好友贝拉和老同事露西 居然都是毒罗 贝拉还告诉她 另一个黄色卷饭女人 也是毒罗 毒贩为了安全 一般不希望 毒罗之间有联系 不一会儿 玛丽亚就开始感觉身体不适 玛丽亚忍不住上了卫生间 她感觉自己拉出了东西 赶紧用手接触 座位上的露西 也开始感觉身体不适 她担心胶丸在身体里破裂 可能是紧张引起的拉肚子 玛丽亚拉出来两个胶丸 没有地方藏 为了安全 她必须再吞回去 没有润滑剂 她找到一管牙膏替代 把胶丸涂满以后 她放进嘴里 再次吞了下去 出来后 玛丽亚发现 需要去的酒店地址弄丢了 露西把自己姐姐的地址 给了玛丽亚 看着难受的露西 玛丽亚答应下飞机后 陪她去医院检查 伦敦下机以后 可能是玛丽亚长得太有地域特色 机场警察直接拦住了她 把她带到了搜查室 面对警方的盘问 玛丽亚虽然表面淡定 但她回答的问题漏洞百出 连机票的价格都说不上来 因为所有的手续 都是毒贩代办的 警方要给她做X光检查 检查前 先要尿检 等待结果的时候 玛丽亚看见同机的 另一个毒罗就被警方带过 等尿检出来后 警方询问她 是否知道自己已经怀孕 玛丽亚的猜测得到了证实 她回答警方知道自己怀孕 因为孕妇不能照X光 玛丽亚逃过一劫 警方暂时放了她 玛丽亚刚出机场 一个男人就拉住了她 然后把她塞进了一个面包车 车上露西和贝拉都在 他们被拉到一个酒店 玛丽亚说露西状态不对 需要上医院检查 但男人却警告他们 肚子里的胶丸没有排干净之前 谁也不许离开 玛丽亚和贝拉比较愤怒 已经开始排出胶丸 而露西却越发虚弱 已经接近昏迷 玛丽亚把露西架到卫生间 冲凉想让她清醒下 露西整个人已经是失神的状态 半夜 玛丽亚被一阵声音惊醒 她看到露西被抱了出去 来到卫生间 她看到满是血污的浴缸 马上猜到发生了什么 她收起了桌上的胶丸 叫醒了贝拉 然后一起逃离了酒店 繁华的伦敦 人生地不熟的他们 只好去投奔露西的姐姐邦尼 邦尼听说他们是露西的朋友后 热情接待了他们 面对善良的邦尼 玛丽亚始终无法开口 说出露西的遭遇 第二天玛丽亚在街上逛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诊所 她进去给自己做了B抄 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自己腹中的孩子 非常开心 只终究包不住火 邦尼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让她去认识 露西的尸体已经被发现 她被人开肠破肚 死状十分惨烈 玛丽亚向邦尼坦白了 他们做毒罗的事情 邦尼非常悲愤 把玛丽亚赶出了家门 没有钱也没有落脚地的他们 只好又打电话联系了毒贩 好在归还交完后 毒贩并没有太为难他们 还把报酬给了他们 回去前 玛丽亚准备去看下露西的遗体 没想到又碰见了邦尼 邦尼原谅了她 毕竟做毒罗是露西自己的选择 直到检票口的时候 玛丽亚却犹豫了 回去后的生活 依然会像一个泥潭 而她的孩子出生后 也会重复她的生活 完全没有出路 想到这里 她喊住了好友贝拉 贝拉和她对视 明白了玛丽亚的选择 转身自己走吧 而玛丽亚也转身选择了留在伦敦 影片结束 我惊诧与玛丽亚 没有滑向更黑暗的结局 希望她的孩子 能有一个好的未来吧 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见 拜拜